這是國道一號走山 在我自己身上就發現了 我有一幾位計程車的好朋友 他們就是從台北過來到基隆 就在跑車的時候 突然打來問我路怎麼走 我也嚇一跳 就是說他們回到基隆之後 民眾跟他講不要再上中山高 不要再往八渡 不要再往哪裡 找不到路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走平面 他說平面也塞 那也不能上高速公路 也不能上外對快速道路 所以可見這個情形非常非常嚴重 那不只是計程車司機 我覺得更廣大的基隆室的通勤族 一定受到這次國道一號 在繫紙路段走山的影響 我還看到一個現象 國道一號走山之後 我自己住在基隆室的八斗子 其實離這個國道一號 是相對比較遠的 可是全基隆室的警察局 為了這個事情 全部從派出所到交通警察 包括逸郊 都出來支援交通勤務 因為整個高速公路 上不去之後 高速公路周遭的這個系統交流道 閘道都一直回堵到所謂社區裡面來 早上五點多六點 就在我們臉書社群就傳出來 出門就開始塞 要慎重考慮 整個火車站擠滿的人 所以走山在這種重要的道路上 尤其在像基隆室這種通勤族佔比例相對非常高的 這樣的城市裡面 我們應該有所警惕 藉著這個事件 我個人建議 像我們前立委謝國良委員 就我所知道他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2010年國道二號的走山他就實際的請這個交通部來針對國道一號 國道二號在基隆相關路段射出了十個所謂的監測點 但現在這監測點設下去之後有沒有定時定期的做監測 並把這個監測做公開的報告 現在大家網路世代 我們出門就會看車班什麼時候會來 什麼時候可以去搭什麼樣的車子 一樣的把這個監測點用在交通上面 也要公告給所有民眾 有一些會關心的民眾甚至專家們 可以取得這樣的數據 給政府給相關單位 提供一些參考的意見 我相信大家全民應該共同的來合作 我們政府有了相關的這些預算 做了設施之後 一定要定期定時定點 來做監測的工作 並把監測的數據報告 提供給我們所有大眾民眾們 來做參考 來公開透明這樣的資料 避免這樣的事情在發生 而且在這樣公開透明資料之後 政府所承擔的這些工作 作為相對的會有和諧合作 以及減少災害發生的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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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